歡迎收聽中廣流行網路,我是主持人賀龍 今天這位來賓呢,有一段小故事 就是我在開這個廣播節目的時候 我的企劃跟我說 我們可以邀請到很多的線上歌手或線上藝人來 你有沒有想要的 我就只提一個人 而且我提的時候我想說 我可能邀不到 因為好像很少看到了 結果沒想到一通電話給我說馬上邀到了 因為剛好有宣傳機會 我們掌聲歡迎陳德修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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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無了吧 你開啟了那個味道粉絲模式了 對對對,味道粉絲一下 其實在好像2016年的時候 我喜歡你到我去聯絡的身邊 有機會去接觸你的藝人朋友說 拜託一定要讓陳德修錄一個祝福影片給我 然後你錄了 我有印象 欸,你人真的太好了吧 我跟你講,我是那一種什麼你知道嗎 比如說我前陣子 呃,我的工作的信箱 E-mail收到一個某某大學 某某什麼什麼的 他們的那個什麼畢業的什麼的 希望錄個這個 然後我就錄了啊 蛤? 哈哈哈哈 因為他跟我說 欸,希望幾號錢 我看一下時間 欸,我最近有空 我就說,好,那我就錄給你這樣 那個錄一次你就會錄好多次欸 啊,真的假的 我有這個我錄過兩三次了 那個就是你今年一給 他明年就會來要啊 然後你又要再給 就很煩 我那時候沒想很多 因為我錄 我當然就是我真的有看到 我真的有空 我就會回覆 就說,喔,那我可以錄這樣 欸,我太感動了 對對對 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說 如果現在大學生還記得我是誰 我其實更感動 哈哈哈哈 等一下,你本來就是這麼謙虛的人嗎 也不是因為我是真心的會覺得說 欸,現在大學生 畢竟已經不是我那年代了 對,我會覺得還蠻訝異他們知道我這個人 所以我會 我還蠻願意的 對,因為我們就是當然不希望有太多的斷層嘛 因為以前看我劇的 當初的小朋友們 可能現在都已經是在工作的了 對,就是我 欸,你在工作 那現在大學生竟然還會知道我 呃,還會想要用 找我來幫他們錄個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還蠻感動的這樣 我大概是在國中一年級的時候 我記得差不多 還是小學生國中的時候 看了人生中最好看的戲 終極三國 喔,終極三國真的 那個時期是怎麼說 然後那時候我是義無反顧的愛死你 真假的,你說角色最喜歡我嗎 我最喜歡你 喔,你是認真的嗎 我跟你講,我甚至喜歡到什麼程度 我喜歡到 我會開始有點討厭劇中的孫上香 因為他能跟你 你已經開始吃醋了嗎 對,我開始吃醋了喔 對,我是開始吃醋了喔 喔,是這樣子喔 那因為我相信那時候那部劇 應該還是蠻多 那時候念書的小朋友們都很喜歡 對,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議各位 可以去考古一下 因為我昨天 我今天要訪你 喔,我真的緊張到爆炸 喔,真的嗎 你知道嗎 就是我跟你講 我連要去登上什麼 一萬人的舞台講通口秀 都不會有這種緊張的感覺 我緊張到我回去重溫了一下 終極三國 然後首先 我真的還是得先講實話 我發現 喔,國中的時候我真的是蠻笨的 因為那時候 看的時候覺得演技非常好 現在覺得 嗯,普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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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還是要講一下喔 因為怎麼說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常常會碰到有人說 欸你們那個劇每次都亂演 對不對,會有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有時候你回過頭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喜劇 欸真的,因為我昨天是邊做家事邊看 我用聽的,因為我看過的好幾遍 嗯 然後我昨天做一做發現 我不能坐家事邊聽 我會一直想要暫停說 等一下,我有聽錯那句話嗎 哈哈哈哈 他真的這樣講嗎 發現,啊真的這樣講耶 對對對,他會有一些蠻有意思的台詞啊 而且有些台詞都是大家 呃,當時拍戲的時候 演員們自己碰撞出來想出來 他不是完全是編劇的 等一下,那些招式也是嗎 招式當然沒有,但是有些招式 比如說神風展的動作 是你自己即興的 就是我自己想的 那時候導演就走過來說 欸修 待會那個哪一場戲發神風展 你有沒有什麼動作 我說我啊,我嗎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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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想出一些動作 我有聽說這齣戲是小成本拍出來的 就沒想到 動作指導都是男主角在當 也不算到每一個沒事都要我們 那武打的動作 那當然還是會有無數指導 但是那種很很極性的發氣功 欸那不然你想一下吧 我就想個動作 因為你不可能為了那個動作 發一個舞指來 哇,好 跟大家講一下我現在手在發抖 哈哈哈哈 應該是我手發抖 太抖 太抖 不要那麼抖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終極三國到底荼毒我人生到什麼地步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大概到高二前 都是留跟你一樣的髮型 終極三國髮型 我那個髮型不是很好欸 對 而且我是個國高中生喔 我是下 那你怎麼可以留那麼長 我是下課會衝去打籃球的人 熱到爆炸 那當然 其實還好現在已經不流行這樣的髮型了 對對對 然後那時候在我心中 你是全台灣最帥的男人 我蠻希望你這個想法 能夠幫我擴散給萬千少女們 喔好 麻煩你了 好我盡量跟觀眾講這件事 對對對 盡量一直不斷的洗腦這件事情 對 你知道有時候你講久了就變真的 對對對 最帥男人 就是前三名的第一名 喔好 第二第三名我先不講 我還是看一下企劃能不能發到 但他們都還活躍在線上 然後第三件事情就是 就是你們害我 在考高中的基策 欸考大學的基策 欸大學什麼 考高中的基策 錯了一塌糊塗 錯了一塌糊塗 國文錯一塌糊塗 因為我的三國字的觀念 全部都是歪的 都是不對的嗎 對 怎麼會這樣 我只錯四題有三題錯國文 其中兩題是錯三國字 真的假的 這個主題就是你已經被他荼毒了 對 因為你們的角色啊 那些關係線都跟正史不太一樣 肯定要有點不一樣的嘛 才會好玩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是個驗證偶像的 好好好 來我們要驗證一下 欸我真的達到我的人生目標了 我感覺我踏進演藝圈 就是為了有一天 有一天見到你本人 真假的 嗯 這個 我這樣有種受寵懦驚的感覺 這樣的粉絲還很多嗎 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 嗯 Fans 我去演出或什麼的啦 我還是有一些 碰到了一些 現在比如說我拍戲 或是上節目 呃會有現場 比如說工作人員他們的 可能就跟你差不多年紀 那也在幕後工作 他們就會說 欸是小時候看過我的戲的這樣 那時候我都覺得 喔真的假的還蠻感動的 然後他們現在可能都已經 比如說是燈光師啊 或是什麼 呃場記啊 什麼拍戲 他們都已經進到這個圈子工作 哇感覺你可以辦一個大型活動 然後全部都放終極三國的粉絲 反正現在這些人 可能都很多人在這個圈子工作 然後他們都免費幫你工作 像我 啊啊啊啊 但是我就是真的還蠻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啦 還蠻開心的 欸這些 小朋友們當初 呃喜歡 然後他們可能對這個 呃演藝 所以這個行業無論是幕前幕後 他們會有一些 呃一些 向往 啊的確進到這個圈子工作 無論他是做幕前幕後 對對對 像你就做是幕前 對對對 對對對 就真的很想要有一天 可以演到終極三國 但我後來發現終極三國2017 有夠難看 但我不 我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們也是我的師妹 嗯 沒關係我講就好 我非常生氣 就是為什麼這麼好的IP 還要再出個新版 還這麼難看 有時候這個可能是 好啦我知道你難回答這一題 我可以說 我覺得有時候這是 比如商業上的策略 對 有時候商業上的策略 不是代表一定都對 但是他出發點是商業上 你講的很保守喔 很委婉喔 商業策略 可是可能投資失敗 對對對 但是投資有賺有賠嗎 正常正常 你有想過有這麼一天 這出戲的這一個男主角的角色 可以讓你紅到現在嗎 就是十幾二十年後嗎 其實這個事情我覺得 我個人是蠻訝異的 我真的講我真的蠻訝異的 就是比如說啊 這麼多年了 比如說就像前陣子 去年吧 我有一個手遊代言 他也是三國類的這種題材的 那當時我就覺得說 那當然找我的原因 果不其然就是演劉備 然後那時候我就蠻驚訝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心裡就覺得 終極生活這已經真的很久了耶 為什麼到現在他還有一定的這個 印象或者影響力 我只能說我是還蠻驚訝 是真的驚訝 那我也會覺得蠻幸運的啦 那代表說當時這些東西 真的還是有 他當時經典的地方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 他在大家印象中會那麼強烈 那代言廠商才會找我嘛 其實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真的還算很幸運啦 算是無心插流嗎 真的是無心插流啊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 對於去演這部戲其實 我當時的一個想法是覺得 喔我是樂團出生的嘛 那當時他們只是說 你來演這部戲的話 有機會做原生代喔 因為我覺得在那個年代 其實沒有那麼多獨立製作啦 其實基本上你要發唱片 還是蠻需要唱片公司的 那時候就很希望 能夠請到唱片公司嘛 樂團 那既然有個機會 先跟原生代這樣的合作 那有個歌曲出去先 所以我就去演 我就是這個目的去演 哇這個神經很有趣耶 就很單純 我沒有想過說 拍這部戲能怎麼樣 就是能夠做原生代喔 那我就去拍這樣 剛剛你講到一件事情是說 其實你接演終極三國 甚至是你接演戲劇 都是為了要推廣音樂 對最初的想法就是這樣嘛 比如說我那時候去 最早一開始出現在終極一般的客串一下 發工嘛幫大東他們療傷嘛 對對對 那這個目的也只是做音樂 這真的很純粹喔 因為我跟你講這東西很妙就是 當然大東就是我的好朋友嘛 我們高中同學 他那時候已經是飛輪海了 然後他那時候在拍終極一般 然後終極一般可能本來只拍一季嘛 後面拍到第二季 因為真的還蠻夯的嘛 在那時候很火 然後呢他就 他就是說 他就有一天跟我說 欸 我們以前玩樂團嘛 我的那個可米老闆 他以前也是打鼓的 年輕時也打鼓 你要不要我們認識認識 有沒有機會 搞不好樂團啊 發發片啊什麼的 我就說認識一下 然後就可能聊了一聊 然後聊一聊他就說 欸 他說我覺得跟你聊了還蠻投緣的啦 那老闆就說 欸不然你做點改編 你一直說你吉他彈的齁 你一直說你做音樂 口說無憑嘛 那不然你就改編一下 那時候他們主題曲終極一般 Everybody準備齁 對 就把它改編 因為他那個是Tank唱的 然後想說不能把它改編 原本是舞曲感 你把它改編成搖滾的 好我就改編一個搖滾給他聽 欸還不錯欸 然後就這樣莫名其妙 就用那首歌在戲裡那一段 就幫大東他們療傷 就是這麼莫名其妙 我就進去做這件事 就是這樣 欸可是你當時 就像你講的 你是一個玩團仔 而且是十幾二十年前的玩團仔 然後也是搖滾 對 你不會有一個 怎麼講 憤世忌俗 就是我是最真實的 我才不屑什麼演藝的感覺 然後老闆跟你講說 欸你想要發歌的話 來戲裡面幫大東療傷 你會覺得我才不要 我不要當小丑 你會這樣嗎 呃 我覺得我那時候想 沒有想很複雜 就很簡單 就是 你被騙了是嗎 也不是我那時候覺得說 喔是喔 呃 那就去啊沒有差 因為 我跟你講那時候 為什麼那時候跟可米的老闆 我們聊得還不錯 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 他有發覺我這個人 很會演戲 不是我那時候當然不敢講會演戲 他就 他覺得我這個人很入世 入世 就是 很能夠接受 不會有太多的什麼 那個隔閡 喔我是Rocker 我這個我不幹 他會覺得 我很能夠接受很多東西 對 那當然我那時候想法真的就是 沒有差啊 就做啊 反正好 我那時候是覺得好玩啊 好玩沒有關係 所以就是這樣做 我那時候心裡沒有太多的抗拒 哇 所以就真的是一個好玩的衝勁 往前走走走走 然後走到現在 對 那當然我一開始 比如說他說叫我改編那個歌曲 其實我很快就改編完 大概兩天就改編完 就給他聽 我就是 當然我覺得有時候明明中吧 就覺得 有一種感覺覺得 這個事情對我蠻重要 我就趕快把它改編完 我不拖 他今天跟我講 後天我就給他 他也覺得你真的效率很好 一來聽很不錯 馬上他就覺得 你這個人 年輕人做事很有效率 好 你知道 長輩而言 他們當然會覺得你這個人還蠻積極的 那我當然也就是 純粹那時候就是一個念頭 覺得既然要改 我就好好改吧 我就趕快弄弄弄 熬夜把它做完就給人家聽 哇 所以說命運有時候 常常人家講嘛 說機會來了 你有沒有抓住什麼 其實這真的都是這樣 那是一個機會啊 那如果 我們這個沒有什麼契約精神嘛 沒有簽約 他只是跟你這樣講 你可以一個月後再給他 半個月再給他 半個月後再給他 都無所謂啊 但是我當時就是一個想法 既然要人家我改 我就積極的表現一下改好 所以有時候人家常常說 機會來要抓住 我覺得那就是 我有點誤打誤撞 就是一個心態 那我就好好做吧 做好 就這樣子你看就踏入氣功的行列 哇塞 我其實有點小小的破面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你是這種會拖到最後的人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你是那種很瀟灑的人啊 很帥氣的人 你可以拖到最後才對啊 不會不會不會 沒想到你那麼上進 我對於工作上的東西 我我還蠻工作狂的 你到現在都還是嗎 都還是都還是 我會 我會突然間因為工作上的東西 我就 我就會可能連續熬夜好幾天 去年也是有一首歌曲 也是手遊的 就是突然間叫我去幫他們寫一首歌 我也是一瞬間就是我接到案子的時候 確定要做的時候 他只有 只有五天 只要給出demo 五天 而且現在demo 大家現在做音樂的demo都要很完整 不是說 彈個吉他唱唱就好了 他是要什麼 弦樂啊 你要加什麼 如果你要加二胡加什麼都要加好了 然後我就在那五天全部把它做完 那幾天當然就熬夜啊 五天你就 你可以接喔 五天 對啊那時候覺得五天 有點幹勒 然後我就真的就 這沒有人性欸 五天欸 但是我知道那一瞬間喔 我就拿起吉他 啊 先想旋律吧 就我真的彈一彈就寫出旋律 就當天我就寫完旋了 OK 然後隔天他詞就寫完了 然後最後兩天就編曲 我覺得你人太好 下次如果再說五天 你要先回收 加錢 沒有沒有我 對所以我說我是有點 有點那個工作狂的人 對對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你在演戲也是工作狂嗎 呃 戲劇 戲劇上 像算是吧 我就是 通常在拍戲的時候 人家對我的要求 我都盡量做到啦 比如說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怎麼樣拍 那或是可不可以 像我那時候拍終極系列 不是做了很多音樂嗎 對 對那個時候也是我們都盡量去 去做到 比如說那時候拍戲拍得很趕 那中間好不容易休一天假 我卻不能夠休息 我要做音樂 對 因為本來要做什麼收魂曲 什麼曲 你不做那到時候怎麼拍這場戲 所以我中間休假也在做這個事情 感覺拍那個戲是痛苦的 應該是身心疲累對不對 是還蠻累的 但是痛病快樂者 還是有開心的時候 因為你怎麼講那部戲 如果講終極三國 他可能拍了一年多吧 整整拍了一年多 那整個過程中 其實大家都一直相處在一起 其實有點像是 比如說那時候跟五虎將啦 跟導演們啦 所有的其他演員們 大家其實都很像很好的朋友了 因為每天都是見面 你每天都見面 每天都見面 然後就這樣子拍 拍了一年 那你怎麼 怎麼不算是有交情嗎 就大家就會 很像每天去就好像去上學一樣 就好像去上學 真的是上學 對就像上學一樣 今天是 以前是今天 今天第幾堂課是什麼 現在這一去 今天等一下一開始先拍哪一場 就還算不錯啦 而且看起來應該也是在山上 山上 你說場景嗎 對拍戲的場景 很多場景 在基隆也有啦 在蘇澳那一帶啊 然後在宜蘭 那時候是也住在一起的嗎 當然沒有住在一起 我以為會安排一個 沒有沒有 那時候預算哪那麼高 所以還要通勤 都通勤 那時候還有那種去到那種 蘇澳哪裡那種廢棄倉庫 拍那種大決鬥你知道嗎 那最好看的那場戲 就是他那邊要連拍兩天 連拍三天 才會拍得完 那是不是大家就應該住 找個地方找個民宿住 應該要這樣嗎 沒有 每天都這樣子來回 連續三天 然後都超級早 每天都快瘋掉 因為你是主角 你要更早 其實那部戲 大家都算都是主角 都很中演 那每一場大家都要那個 連續三天 就這樣子從台北過去 拍完然後再回來 然後隔天又超早過去 會開那個書畫表 然後發現 我第一個 會很不爽嗎 第一個當然會有點 因為那時候我們戲 當然很多人 五虎這樣五個 再加上 比如說那哥 隨便加一加 書畫組 那時候都會多加人手 但是還是沒辦法 我跟你講 你第一個畫完 比如說我 我發我四點半的書畫 四點半 可能四點半或者是五點 我記得那時候 最慘到三點五時 就開始畫了 我跟你講第一個畫完 就開始在旁邊有沒有 在那邊打瞌睡 等到 等到要開拍的時候 他就要去補妝了 因為已經出油了 對 已經要補妝了 其實那時候都這樣 三點半太慘了吧 因為那時候人多嘛 那個演員太多了 對但是 剛才在進入廟口吃到三點再過來 但是那時候我們真的就這樣同情 對對對 其實還是蠻 你說辛苦是真的辛苦 但是 那時候很年輕嘛 年輕人 年輕人就是吃苦是OK的嘛 也是你們辛苦的才有我們這個很好的作品可以看 但我覺得那時候真的是還蠻開心的 有這個作品到現在大家還喜歡 其實我講陳德修還是有一點點不太習慣 你是不是要想要講呼嚴覺羅修 那太中二了 應該是要講中成衛的修 我還以為你要講劉備之類的 以前是樂團 然後現在像這一次就是個人 對我這幾年就做個人的 從單曲開始做這樣 應該不太有人 通常就是樂團一輩子 或是個人一輩子 很少人會跨一個 你心境上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改變喔 我覺得個人的話 在演出上 好像有點不一樣 演出上 寂寞嗎 不能講寂寞 但你必須講說就是你需要的能量更大 因為你在樂團的時期對吧 你每個人都會有 就比如說這是一個stage一個舞台 我顧好我前面的觀眾 你顧好前面的觀眾 我們再多做一些互動 我們就會有一個很好的秀 很像各司其職 對那你現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是真的是你的能量要更往外放 這邊也要顧到那邊也要顧到 而且沒有人跟你互動 你可以請嘉賓啊 但是不可能每一場都有嘉賓嘛 而且嘉賓不可能從頭到尾跟著你每一首歌嘛 所以就是你的這些很多的感受是跟ban的時候完全不一樣 但相反的 當你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你那些觀眾回饋就是全部給你的 其實有時候會更開心吧 你不用跟其他人分 對是這樣講沒有錯 就是如果你看到大家的回應這麼好 你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那就是你一個人帶起來的一個氛圍嘛 現場氛圍很好 大家跟你一起叫 嘿嘿 對吧 那你就代表是你成功的帶起這件事情 對那是不一樣 所以兩個相比之下 你可以評斷的出來哪個比較快樂嗎 哪個比較快樂嗎 對樂團時期的你 還是現在單打獨鬥的你 我覺得樂團時期是快樂指數比較高 哇塞 你現在這個回答會讓一些粉絲為你感到痛心喔 真的嗎 聽起來像是你現在不快樂囉 我現在不是不快樂啦 就是我們講實在一點喔 就是樂團的時候其實比較像是 一伙好兄弟一起努力一件事 好一起好 不好一起承擔 那個感受就像終極系列那個兄弟情義嘛 我們大家一起做 所以樂團很有這一種感受 那你這樣的快樂是你無法取代的啦 那你一個人做的時候 當然這一塊快樂就會少 那你說在演出上得到了回應 或者是粉絲們的支持 這樣的快樂當然都有啊 你在樂團也會有 在現在個人也有 可是所謂的並肩作戰的那一種 一起努力的那個快樂會不見 因為這就是你一個人嘛 沒有這樣的快樂 這個是有點差別的 我印象你在樂團時期的時候 你也是團長 對對對 那個團長是真實的團長嗎 還是對外 就是真實的真實的 所以你必須要管理大家 是真的 也不到管理 但是你要去決定很多事情 schedule嗎 或什麼 你要安排一些事情 schedule也是你排喔 對 就是你還是要安排一些東西 比如說好 今天以前在華納的時候 或在柯明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時候要聽demo 那你也知道嗎 總要有一個人帶頭吧 好那我們就這周我們來錄什麼東西 然後到幾號之前 喔我今天錄好什麼東西 然後給貝斯手 貝斯手你禮拜幾之前給我的貝斯錄好的分軌 然後就是你還是要有那個schedule 你還是要有人去主動去帶動這個事情 所以相對來講你現在一個人 這個就自由多了啊 對所以你要說一個人的好處也是一個在這裡 就是你所有所有東西你就可以自己按自己的行程去排 那你在樂團的時候那麼多人 你不是說你希望他什麼時候去幹嘛 什麼時候去幹嘛 他就一定可以配合你嘛 那你也必須要互相嘛 對對對 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創作面呢 比如說曲風 你現在轉變為一個人的時候 你有做什麼樣的改變嗎 喔我就改變上來講 我做更多的電子的東西 以前Rock一點嘛 Rock很多東西就是 都是真的樂器去搭屏嘛 比如說貝斯就真的貝斯嘛 鼓就是真的打Drumset嘛 那現在可能就是也時代的變化 現在音樂上也更多的電子的東西嘛 喔坦白講 隨著這時代變化 我也就跟著 欸那我就多做一點電子的東西 貝斯不一定要錄真的貝斯 我們可以用電子合成器的貝斯 喔那那感受也不太一樣的確 那曲風也會有點變化 喔所以你呃 曲風的稍微做一些修正改變 其實是為了銀河市場 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 所以你看 以前那個可米的老闆 就是說我很錄師就這樣 我不會說我不要 我是個Rock 現在什麼 誰跟你嘻哈 我不會我不會 我不會這樣子 我覺得 現在流行的東西 我們也要去聆聽它 因為每一個音樂 它有存在它的 存在就是合理的嘛 它總之有它的價值 我就聽喔 這東西我可以加一點進來 但我不會是 我不會是刻意 我就是覺得這個東西 蠻有意思的 我這首歌剛好可以加 我就會加 現在好像真的是 嘻哈又感覺又起來一點 所以你未來也不排除 做一些嘻哈類的嗎 嘻哈 我這次新的作品裡面 就是有一些這種 這種東西 哇好酷喔 我就有做了 其實這幾年單曲 就稍微做一點 而且我看你就是 自己寫 自己弄 全創作的感覺 我的習慣就是自己 做詞作曲編曲啦 製作者 對對對 那你現在除了就是 埋頭進音樂之外 你還有其他 時間做 想做的事情嗎 談戀愛啊 唉唷 我現在都沒辦法談戀愛啊 喔 沒辦法 我不是沒辦法 沒辦法 原因是交不到女朋友 不是我朋友 怎麼可能 真的交不到 真的很難過 我已經 我已經大概兩三年單身 我現在很難過 蛤 我差不多可以穿袈衫了 你知道 兩三年單身 沒辦法 我覺得這兩年也 忙於工作比較多 你這麼忙嗎 比如說 走啦 晚上我帶你去 走一走 剛剛我們宣傳的夥伴 一直講說我太少出去玩 真的 受不了 趕快就直接去一個電影面說 誰看過終極三國 不行 出來都是年齡差 都是十幾歲了 我還以為你要講說 那都出來太老了 你不要 出來可能都差十幾歲 你要同年齡成老 那也不用 那也不用 也是 也是 十幾歲 差十幾歲我也可以接受 等一下 你都自己開了這個話題了 兩三年 哇 那你擇偶標準是什麼 擇偶標準 他必須要是懂音樂的嗎 我覺得擇偶標準 所以我們就講簡單一點 就膚白貌美大長腿 這是基本的 我們不要那麼 我們人不要那麼的假說 我覺得要怎麼樣 這個基本的我們大家希望都有 我相信你也是這麼希望 當然 人都這樣希望 但我們不太敢講出來而已 真的 我太real 你也real 你非常real 我覺得ok 這ok 每個人都喜歡 就像女生 那不是希望男朋友帥嗎 高步帥 對啊 對吧 一樣嘛 這ok的 那當然我另外一方面我會希望 像我們剛才講的那個什麼會不會音樂不重要 但我覺得有個東西很重要 我覺得是 要有自己想法獨立思想 有人生目標的人 這我覺得很重要 無論他的目標是什麼 比如說我順便舉例 他是一個喜歡舞蹈的人 或是他是喜歡畫畫的 做設計的 還是做什麼 不管 或是做商 從商都好 他是有目標的 他是希望自己人生可以達到某個成就的目標 就像我做音樂 他是我人生的某個目標嘛 或者是你做這個喜劇啊 你都有一個目標 我們人生有這個目標 我們會一直前進 那我覺得有這樣東西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 一個女生 如果純粹只有外表 很漂亮很漂亮 當然那也不是不行啦 那也不是不行啦 就可能有點遺憾 那我們彌補這個遺憾 就是他有那個中心思想是最好 沒有也不是不行 開玩笑 開玩笑 但有最好啦 我好奇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辦演唱會啊 這種實體的活動 來的人 是男生多還女生多 好像女生還是比較多的 多了多少 你說數量的比例嗎 對差不多 比如說六成四成這樣子 我覺得 三分之二是女生吧 三分之二以上 很多耶 但是我還是有些男生的粉絲 我覺得也OK啦 男生粉絲可能估計就是 喜歡烏拉巴哈 或者是喜歡電吉他 對對對 您在影射我我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其實女生還是比較多 那年齡層 年齡層喔 應該很廣吧 我們這種老粉就會撐起這個 二十幾歲的很多 二十幾歲到三十很多 然後 就是大眾的月米 對然後有少部分 會有在十八十九歲 十八十九歲我是真的都很驚訝 嗯 我上次有講來還有那種未滿十八歲 我說 我說你現在幾歲 我看你講小妹妹 他說我今年高三 嗯 高三你怎麼會認識我這個人 我去考古 啊考古啊 考古我了解 等一下你很喜歡把自己講得很老耶 可是因為他們是真的講考古啦 那但是我看到那年輕的小朋友 還知道我是真的都每次都很感動這樣 年輕小孩最棒了 因為他會帶爸媽來 來多一張票 對對對 但他們沒有那麼年輕 沒有年輕到要帶爸媽啦 那是小學生啦 對對對 好為什麼問這問題呢 因為你即將又要開演唱會了 是嗎 對對對 我們來宣傳一下好了 對對對 不好意思我自己都沒見人熟 我看一下 太多場對不對 是不是太多場了 因為這個六月一號啦 在那個台北場 我們在巡演台北場 6月1號在那個三創 三創 對然後三創的這個演出呢 他現在已經我們現在售票了 現在售票了 然後他在那個 那個什麼全家的那個FemiPro啊 Katex都可以買得到 對他已經在售票囉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所以要搶要快 對要搶要快 目前還有票啊 但說不對你現在聽完 如果沒有手刀去搶 可能就沒了 有可能是會沒有 欸等一下這有一場嗎 呃台北場是這一場 其他場就是 其他場可能武漢上海北京 我就直接繞一圈 喔所以 你要再回到台北 可能是明年以後的事 喔你太忙了吧 所以錯過台北的話 就要大飛機了 才能看你 對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就是台北場大家真的要 好好把握一下 對阿 而且我的那個數位發行嘛 專輯 這是一個新專輯的那個巡演嘛 新專輯叫《試者生存》 那他在4月19號也數位上架了 然後之後我們在5月15號 也會有這個實體的發行這樣 哇 欸你做了音樂這麼久 然後發了那麼多張專輯 這一次專輯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特別之處嗎 最特別的是 它是專輯的形式 然後之前我個人都是單曲 這次是專輯 歌比較多 完整的作品 哈哈哈哈 比較划算 聽到飽 但是我覺得這次新專輯 還是它還有概念啦 還是有些概念 那這一次大家都聽了 應該會有發覺這次的歌曲 其實像我們前面聊了嘛 我加了蠻多 可能 電子的 電子的東西 或是 我可能有 hiphop的一點元素啊 rap啊什麼 都都有加進去嘛 這次會跟之前稍微有點不一樣 至少跟我在樂團時期不一樣 噢 還有沒有什麼 例如說創作 甚至是音樂的曲風 是你還想要做的 但是還沒做的 哇 或甚至不只音樂 有可能是戲劇這一塊 戲劇喔 戲劇喔 戲劇就是 我真的蠻多年沒拍戲喔 對蠻多年沒拍戲 我現在就有一個願望 我不求不求我們 不求不求多好啦 先求有 我希望我可以 有機會 能夠演一個沒有藝能的人 可以嗎 就是這是我這個 誠心的祈求 沒有藝能 沒有藝能 但是古裝喔 哈哈哈 OK也不是不行 就是 只要我身上沒有背負的 時空命運的枷鎖 就可以了 好 我當年背負這個命運的枷鎖 我背負了很多年 真的 我在看到我就是烏拉巴哈 我不行了你知道嗎 我快不行了 我覺得你現在在自嘲下去 感覺台北演唱會 大家會一直喊烏拉巴哈喔 也OK也OK 拍起來畫面也是蠻厲害 但是真的 這戲劇來講 我真的蠻希望有機會演一些 就是 世景小迷也好 什麼都 隨便 就是不要再有藝能了 對 因為有藝能的戲真的也蠻多了 然後不要三點半舒嬅 如果它是一部很好的劇 我都可以接受 很好的戲 或電影都可以接受 那音樂上 我覺得 音樂上 嗯 還有什麼 想要嘗試的 呃 都碰過了是嗎 也沒有都碰過啊 有些曲風我很喜歡 但可能我能力不到 比如說R&B R&B R&B唱歌要很厲害耶 呼呼呼呼 Yeah 等等 等等你不厲害嗎 我真的 我畢竟有一首做ROCK 你做ROCK 你做ROCK音樂 當然也是聽ROCK音樂 但雖然我以前很喜歡陶澤 那時候也聽很多 但是 喜歡不代表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陶澤老師 是真的唱歌很厲害 不用講 因為唱R&B 是真的唱歌要很厲害 那必須老實說是很厲害 那不是我們只是準備一般的唱歌 這樣的流行音樂 R&B的曲風比較難嘛 所以我喜歡這個音樂 但也許我會覺得 我的能力還沒有能夠駕馭這樣的音樂 所以未來有一天 假設你真的出一首R&B的歌 就代表你準備好了 或者是沒準備好 也硬要上架 硬上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但是就希望有一天 能夠挑戰這樣的曲風 因為這曲風本身 我是有在聽的嘛 我很喜歡聽陶哲 我以前喜歡聽陶哲 但是都是聽舊歌的吧 我一直聽到太平盛世都有聽啦 太平盛世也很久也很久 但是我都一直有在聽 或是直接跟他合作一波 那不得了了 我不知道 我怕他只會叫我去彈吉他 我一開口 老師 你還是彈琴好 畢竟你琴彈的比較好 沒有陶哲老師吉他也彈得不錯 他主樂器好像是吉他 哇塞那怎麼辦 那你要贏他還是只能回去藝能 對啊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如果有機會可以跟他有合作 我覺得那當然都是很好的嘛 肯定是開心的啦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好有的話馬上私訊我 好好好一定要去的啊 有機會 我剛剛就是一直跟你提到以前的終極三國 跟藝能啊劉備這些 而且你也自嘲了很多次 我想問個比較嚴肅的問題 你到現在會不會覺得 大家一直用你過去十幾二十年的戲劇角色貼在你的臉上 你會覺得好像不太舒服嗎 戲劇而言演員你能夠有一個角色可以過了十多年還一直被人家提起 是一個很值得驕傲的事情 哦好正面哦 但是一定很值得驕傲的吧 嗯哼 對吧 就比如說 呃 音樂上來講 比如說今天今天 我們剛聊陶澤 陶澤的呃 愛很簡單 到現在大家還是 I love you 就聽到就照著歌大家都會去唱 嗯哼 這就是一個很成功的一個作品嘛 這絕對是一個里程碑嘛 那呃 也許終極系列 胡彦菊羅修 劉備也好 他這個角色能夠到現在還有人 喜歡他 我覺得我覺得我絕對不會有什麼覺得哇不要再講 我不會不會就OK了 就是覺得很開心 曾經創造一個角色 大家是那麼喜歡到現在這樣 可是呃 比如說 粉絲們cue你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多半會希望你做一些裡面的動作 含一些口號 但這點不會困擾嗎 例如說你今天走在大街上 你要過自己的 你要買買個東西 然後被認出來 然後你就要做這個配合動作 不會覺得很煩嗎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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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不會 上次我之前 我之前去健身房啊 也有人認出我啊 他就走過來說 欸你你是不是 我就直接說 烏拉巴哈 啊對對對 啊OKOK 來來那你是要合照嗎 對對對就拍張照 這樣我OK啊 我沒有問題 我不在意這東西 嗯 因為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講的嘛 我們的想法是覺得 大家喜歡這東西 呃很開心這樣 是一個不錯的經典角色 嗯 對OK的 就是叫烏拉巴哈什麼都沒有什麼問題 你也蠻適合當血腥的 哈哈哈哈 真的嗎 哇真的嗎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開心嘛 因為小 以前他們是小孩子的時候喜歡看 然後今天有機會 欸 可以看到我本人叫我 既然想要我給你一劇神風斬 那我就斬 哈哈 沒有OK啊 沒有問題 對對對 好 超級開心聽到你這樣講 對你待會要跟我神風斬 一定會的 一定私下神風斬的 但是也很為你擔憂 就是等一下走出去之後 開始更多人會叫你神風斬 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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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叫錯就好 你知道有時候有時候有些人喔 真的可能他們 記憶有點模糊了 你看到我說 你是愛心絕羅修 哈哈哈哈 是我是 不然就是我那吉他小黃蜂 呃 你是小蜜蜂 你那把吉他小蜜蜂怎麼沒帶 呃 哦放在家裡 哈哈 不然就是神風斬 你 你會 你現在還會發旋風斬嗎 哦 哈哈 你 真的比較困 你都不糾正對方對不對 不要糾正 沒什麼好糾正 都過十幾年了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反而有點尷尬 呃 好好好 我們最後再講一下好了 有可能會看到旋風斬 欸不是神風斬 神風斬 有可能會看到神風斬的演唱會在哪裡呢 好啦就是我還在給大家講一下 在6月1號啦 這個三創好不好 台北三創 好不好 那在6月1號 呃 我們現在已經在售票了 是的 是在全家便利商店可以買得到 Katex也買得到 嗯 好不好 那我的專輯是的生存 也在4月19號有數位上線了 嗯 然後5月15 實體發行 嗯 這一次的台北戰有沒有除了會模仿一些藝能招式以外 還有什麼小特色可以先爆料一下 等一下我不會 我不會在舞台上模仿藝能招式啦 喔不會不會不會 到時候大家會上台 呼啦啦啦啦 對對對 陳信一下他不會喔 除非大家一直在敲碗 不然他不會喔 對如果大家一直很熱情我ok的 會不會有什麼小驚喜 我有考慮找以前東城衛的團員回來 一起play啦 哇塞 play個一首歌兩首歌這樣 哇這個是超級大的爆料喔 真的嗎真的嗎 我有可能會這樣 這會進新聞稿的喔 啊真的假的 哇這個要說到做到喔 真的真的會啦 我是有考慮啦 有考慮 但我要看他們的檔期嘛 他們每個人都在忙 就問一下我有這個想法 還是中喜三國的人 中喜三國的人 你說什麼班傑少翔他們嗎 欸其實我在就是 呃 但他們在很久沒唱歌 你知道他們幹嘛 他們來不會是 就穿著制服出來 出來耶 大哥這樣 然後走掉嗎 對 哈哈哈哈 喔跟我上次之前 之前做一個代言 就是跟班傑跟少翔 喔看到他們真的是很懷念 真的喔 希望我們大家還有什麼工作可以在一起 對對對 要辦個Reunion在一起 對對對 有希望 希望有這樣機會 我絕對買VIP 哈哈哈哈 希望有這個機會 好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感謝來賓 我的偶像陳德修 嘿謝謝你 謝謝你賀龍 我們每週日晚上8點到9點 在中廣流行網 我們每週日晚上8到9點 在中廣流行網的龍河立共 可天週一下午5點 會有Podcast以及影像版 在中廣流行網的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持續鎖定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哈囉我是龍河立共主持人 喜劇小卷麻賀龍 6月21、22日我即將在小巨蛋上演 單口喜劇 這是台灣史上最大的喜劇拼盤秀 我和曾博恩將一起登上小巨蛋 現在夠票請上KKTX 就可以買到票喔